女子酒球的领军人物 潘晓婷 欢迎潘晓婷 拼亭小院中 婀娜七十冬 晓婷今天是格外的英姿洒爽 不过我要问问晓婷了 你穿这衣服好像有点不对啊 我们今天是比赛 怎么没有穿比赛服来 有穿在里面 其实这个是有玄机的 因为台球是我的职业 但是赛车是我的业余爱好 今天之所以这样穿 是等一下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大家 现在还不能透露 这还要保密啊 是的 等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呢透露一个秘密啊 这个往年啊 小婷从小到大 这个二十多年了啊 都是陪父母呢 一起来度过春节的 独独今年是没有和父母一起过 为什么 今年是因为妈妈身体有点不适 所以不能来到现场 但是她说她会在电视机前看我比赛 那我在这里呢 也希望全天下的父母身体健康 跟大家拜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 谢谢小婷 我们也希望你的妈妈能够早日康复 其实我觉得啊 今年虽然没有跟家人一起过年 但是其实喜欢你的球迷朋友们 也都是你的亲人 他们都非常愿意来到我们的贺岁杯当中 陪你一起过大年 大家说是不是啊 好的 我们再次欢迎小婷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选手呢 可以说也是小婷的好朋友 她曾经是世界排名第一 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韩语球手 珍妮特·李 欢迎来自美国的韩语球手 珍妮特·李 欢迎来自美国的韩语球手 and they are all crazy about you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coming to the CCTV's New Year's Cup yeah I've been very excited to be back in China again we're always treated so well we've got some great champions here today but happy new year to everyone it's really an exciting time 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都知道珍妮特·李呢 在中国乃至是全世界都拥有众多的粉丝 那么刚刚呢 我也是问她这次来到贺岁杯 有什么样的感受 她也是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比赛 很荣幸能够和几位选手呢 同场竞技特别是非常开心 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小婷 那最后呢 我们也用掌声 再一次给珍妮特·李加油祝威 祝她今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上今天的第三位出场选手了 这就是新鲜热辣的世锦赛冠军 刘莎莎 欢迎莎莎 莎莎你好 您好 又漂亮了 这个两个月之前呢 拿到了世锦赛冠军 也是算是你的未免啊 之后这两个月是不是调整了一下 休息休息啊 对 一直在家调整 给自己放了一个大的长假 但是球技也不要荒废啊 每天我是除了自己看比赛视频之外 然后最近还是比较迷上了飞标的比赛 不会吧 特别的炫酷 所以但是自己总是打不好 姿势是不对 这个其实挺容易的 你只要二十秒速成啊 只要跟我学一个动作 把脚呢稍微侧过来一点 假装拿着标 然后呢出手的时候 胳膊要伸直 伸直 然后不要着急缩回来 这样你的动作会非常的漂亮的 停停停江亦 今天我们是台球贺岁杯 酒球贺岁杯 可不是你姐说的世界飞标锦标赛 看我这飞标情节啊 好的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最后要请上的这位选手呢 他享有奥地利猎豹之称 他就是享誉欧洲的撞球高手 莫莉欧斯纯 我们来召唤 Jasmine Austin 你好 你好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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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为什么 こ在这个竞节统接上的节目 很厉害 ambulance 大家ai I got to celebrate New Year twice, first in Austria, now in China. I mean, that's just perfect. 好 那今年的比赛呢 我们是不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的规则 好的 那么今年呢 我们的这个台球贺岁杯呢 依然是要分两天进行比拼 那么今天我们要首先进行两场单打的比赛 那么获胜的选手呢 将会在明天进行这个冠军争夺战 那么剩下的另外两位选手呢 也将会在明天进行这个三四名的争夺 那第一场比赛呢 我们将会有请潘晓婷和珍妮特里来进行 而第二场比赛将会是莎莎和欧斯春 好的 那么我们还是请选手们赶快到台下进行准备 OK Thank you You can be seated and get prepared 那也请晓婷要揭晓刚才的谜底 一直是不告诉我们为什么穿着赛车服 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啊 我们都很想知道啊 好 请晓婷为我们带来她的才艺展示 有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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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I'll do you firs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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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也不用给大家做个介绍 尤其是作为七八十年代的球迷 都是非常的熟悉和喜爱的 好 再给大家介绍一遍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为大家解说的是 2016年的贺岁杯 CCTV世界女子酒球争霸赛的比赛 这是在潘晓婷和珍妮特里之间进行的第一轮的比赛 但是裁判的是国际级裁判张伟博 现在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来解说的是 国家酒球队的优秀选手 也是著名的打学生选手 韩浩翔 江义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这个潘晓婷首先冲球 第一盘我们看潘晓婷的冲球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到一号球是进了中代 二号球正好可以直接的进攻 这一盘应该说机会非常的好 好好把握的话就可以直接一杆青台 四号球做左下方的底带 我们看今天的比赛的球步好像感觉速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慢 可以接受 毕竟是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调试的时间不会很多 另外现场今天来了很多的观众 灯光也非常的强 刚才我站在台上的时候 就有哈刘甲卫的感觉 我觉得穿衣服穿的有点多了 所以它这个热 包括大家哈气一级级 都是影响这个台速的因素 对啊 作为你们职业选手在比赛中 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会很及时的能够进行调整 对 这个是作为一个顶尖选手所具备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吧 我们看五号球这个位置稍略显尴尬 应该会打底带 嗯 滑蕾 不错 接下来台面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六号球中低杆 固进就好 嗯 我们看七号球好像稍微有一点值 嗯 不过没关系 可以打一个拉杆 吃一苦回来做到八号球 嗯 不过力道还是稍微有一点的轻 嗯 有点小考验啊 嗯 对准度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不过这种球也不用想太多了 嗯 顾进就好 嗯 这个问题不大了 嗯 看小平原来要 看这个先生一局 嗯 他开了个好头 这一局呢是轮到了 陈金特里的冲球局 那么在九球比赛中啊 这个先手的这个冲球的权力还是非常大 嗯 我个人感觉是类似于这个象棋比赛中的红仙 或者说网球比赛中的发球局 嗯 对 一个好的冲球往往能够拿下至少是胜利的一半 嗯 对 非常强有力的冲球 你看这一盘的球势也相当的不错 连接球一号球可以直接进攻 并且台面上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明显的难点 嗯 珍妮特里的球风就是非常的犀利啊 嗯 对 疯狂的 戳号是黑寡后吗 嗯 这个 所以他这个犀利的球风呢 往往是能够这个 为自己赢得很多的这个 对 球迷 克敌 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只要是有机会就不放弃进攻 哎呀 当然这个 打得稍稍的失准了一点 嗯 本身也是想滑进去啊 嗯 是想打一个薄球然后做二号球啊 结果稍微打薄了一点点 我们看这个球潘晓婷应该是会进行一个防守 我们看潘晓婷好像是在描翻底带的角度 要翻左下方的底带 哦 嗯 漂亮 但是现在二号球看看叫到没有啊 嗯 是不是会被挡住 因为刚才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还没问题 嗯 嗯 现在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机会了 嗯 没有任何的难度 就是刚才这个翻带上手这一竿 非常的关键 接着有一次跟天轻会说久 印象非常深刻 有的时候你打破一个难点之后 就好像开了一扇门 嗯 然后门里的东西全是你的 对对对 赢得了一个上手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这一颗球潘晓婷应该是三号会选择进攻底带 然后留一个进攻五号球中带的一个线路 但这个球是留了一个稍微稍稍向上的一个角度 所以可能打进五号之后会轻轻的母球会轻轻的碰一下八号 推杆过去 然后叫到左边的中带叫七号球 嗯 这个球就比较的很理想 接下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一点点的角度 嗯对刚好 推杆一点右塞就可以下来叫九号球 那力道要是刚好 好 二比一 嗯 嗯 很想听 一个不错的开局 这个比赛呢是采用轮流冲球制啊 限时抢球 这所谓现时抢球呢就是说呃在这个规定的比赛时间内如果这个比赛没有打完的话 那么领先的一方就会获胜 嗯所以开局很重要 嗯对 这之所以会采用现时抢球呢也是要为了保证我们的转波能够顺利的进行 嗯是的 影响第二场的比赛 嗯对 我们看这一局潘晓婷的重球是白球洗袋洗了右边的中袋 嗯好 谢谢 谢谢 蒸妮特里的机会 自由球的机会 你看这一盘球 主要的难点在于 三号球做四号球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知道四号球右下方的底带 可不可以过 如果要不可以过的话 就要做到四号球的右边中带 这一颗球是 三号做四号那一颗 是这一盘的最关键的 一个点 非常保险的一个力道 对 你看这一杆 应该是会打一个拉杆 拉杆想做右边的中带 结果力道稍稍的大了一点 不过现在这个球应该也 还好 可以进攻右上方的底带 这个要稍微的要一点点的准度 稍微要一点点的准度 漂亮 这两位选手的打球啊 我们不仅要欣赏他们的球技 而且确实风度气质都太好了 是 中国女子九球运动 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 和潘晓婷的这个带动作用是分不开的 没错 当然这中国台球协会呢 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在推广台球运动方面 不仅仅是台球 这个九球 另外像中式台球 像斯诺克 也都是蓬勃发展 对的 中式台球 玉山世锦赛 也是马上就要举办了 对 下个月 第二届 另外呢 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央视的 这个和台协 和这个世界台联 共同举办的打庆的国际锦标赛 斯诺克的比赛 对 也是第一届 第一次挪到打庆 也是获得了这个巨大的成功 没错 当时西西斯 我记得在夺冠的时候就说了 这是我看到的十多年以来 最好的一次比赛 这个球叫的 自己乐了 它应该是力道有一点轻了 想绕球才绕出来 做左下方的底带 结果力道轻了 现在变成中带 也挺好 也没问题 这个角度没问题 轻轻地点一下 在那儿做到九号球的右方的右侧的中带 看这一杆力道就非常的合适 嗯 这一局就应该没问题了 好 搬回一局 并且在下一局呢 是原来自己的冲球局 嗯 Channite to break 好 比赛进入到第四局 珍妮特里的冲球局 打力的冲球 我们看是冲进了两颗 一号球还有二号球 所以连接球三号球现在形成了一个 远距离的一个薄球 看这一杆 珍妮特里是选择了一个防守 看克拉克是不是能够打到这颗球 嗯 关键是怎么打尽死了 三号球之后叫到四号球啊 嗯 是 我说绿球没有挡拳 从这个角度看 嗯 可以打一个 曲线球 就是我们英文里边说的 Massi 可以绕过六号球 去 把三号球打进 但是这个球似乎打进三号球之后 做四号球也不太容易 嗯 啊 我们看他这个 还是可以下低杆 就是证明还比较的容易一点 嗯 这一杆的位置就做的很不错了 推杆 嗯 嗯 没问题 看六号球应该是要做右上角的底带 轻轻的推进五号就可以做到六号球的右上角底带 然后这一颗球也是轻轻的中底杆固进 母球留在左边的库边 哦 这出现失误啊 而且 哎 这还不算留中带啊 这中带是没法拉紧的 中带 对 这个应该是要拼底带 虽然离带口很近 但是 但是九球的中带是不好近的 因为它是一个直角 看这个球拼底带效果怎么样 嗯 薄了 这个球给潘晓婷留下了一个机会 潘晓婷可以选择打六号打的稍稍的厚一点 然后六号先碰到左边的裤面再借七号进带 我们看潘晓婷刚才也是描的就是那个位置 这个球也要稍微小心一点 打一个刹车球 就是低竿的右塞 就是低竿的右塞 为了让母球能更快的停下来 嗯 专注的眼神啊 嗯 又一次把分叉拉大到三比一 换球停压多了 拉大到两比 稍微有一点点的没摆紧的话 就会影响开球的效果 对 因为冲球啊 白球不摆紧的话 这个下面的力传不过去 啊 对 可能只会一两颗球飞上去 啊 对 看这 这一次开球是没有球进 但是也没有留下太好的机会 这个球 真心特里应该会进行一点防守 嗯 看它是薄一号球 我们看的非常明显 这个白球是转着过去的 嗯 是 下了一个左塞 看这一颗球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这个解球 看它要解球台的下方 但这个球难点就在于就是 解球台下方的那个线路 一定程度上被二号球给挡住了 所以这个球潘小婷如果要解的话 应该是要 嗯 对的比较直的位置上打 那我们看潘小婷他是显然是另有想法了 嗯 他觉得那个解球会比较难 所以他选择了故意犯规 就是战术性的犯规 来给对手制造 在后面的球制造难题 对我加两把锁 哦 对 对没错 我们看他是把三号球往七号里边去打 就是 我这个球不好解 我给你自由球 但是 嗯 不会让你有那么舒服的 清台的机会 嗯 这个 这种战术在九球比赛中 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对 毕竟你在之前你 一二三四五六按照市去打 打个球再多 对 你最后 你不能够把九号球打进 哪怕你进了八颗球 对 也是没用的 我们这个球 珍妮特里没有太好的机会 选择继续的防守 但是这一根可是把这个 这一号球和橘色球给打开了一点 嗯 打开了一点点 这样便于下一轮的进攻 如果 彭小婷再选择这样的战术的话 珍妮特里可能就 对 但是这个球 解球应该是可以解了 嗯 好球 但是这个运气不太好 嗯 解 这一根解的是很漂亮 但是运气稍稍的差了一点 嗯 现在就要看看 小婷刚才给珍妮特里上的这把锁 嗯 能不能发挥作用 对 但是现在 潘小婷是已经 在这一盘已经连续两次犯规了 嗯 因为九球的规则就是 在 同一盘球 嗯 如果连续三次犯规的话 那么这一盘就 直接判复了 哎 对啊 对 所以现在 嗯 看珍妮特里他会怎么选择 是继续 先是先用一号球直接防守呢 还是 把一号球和二号球打进 然后利用三号 再进行防守 因为现在潘小婷不能再犯规了 嗯 我们看珍妮特里好像是想 去防守 它可能是我猜啊 猜是想把一号球打到下方 然后 母球 往三号那边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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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一杆虽然防住了 但是防的并不算死 潘小婷可以选择跳球 嗯 看看 嗯 好 敲准多来一点 对 因为这一杆 首先是要保证绝对不能再犯规 啊 这个身材 柔韧性真好啊 身体的柔韧性 对对 看潘小婷也是非常的谨慎 嗯 这个姿势我就拿不出来 嗯 哦 跳到 嗯 好球 而且 也形成了一个反调 反调 嗯 这一杆效果是非常的好 就是成功的化解了这一波的危机 嗯 正好这个 9号球和2号球 对这个1号球形成了一个夹击之指 对 篮球好像过不来 因为刚才珍妮特里那一杆防守 虽然是掉到球了 但是 嗯 掉的并不够死 嗯 就是他如果要是把母球 推到离3号更近一点的话 那潘小婷解球的难度就会 嗯 非常的大 嗯 结果他还是留出了一定的距离 嗯 让潘小婷可以直接的 拿跳杆了 回发 哦 哦 这场比赛有意思啊 双方 加在一起 已经是三个反规了 啊 而且这个比较不妙的是 珍妮特里还把这个三号球给打出来了 哦 还真是 对 就是刚才潘小婷给这个珍妮特里上的一个保险 对 上的一个锁 现在双方戒指机会均等的时候 或者说如果变成潘小婷的机会的时候 反而能够成为珍妮特里的一个保险 嗯 对 但是他自己给打开了 对 所以现在就是潘小婷的机会了 嗯 不要坐得太直 哦 还可以 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角度 嗯 这一杆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嗯 避免 被四号球挡到三号球的进攻路线 轻轻地点一下 一库出来就可以 这局面还不是白给 啊 对 还需要 这一杆还是需要一点准度的 嗯 这个位置就比较理想了 五号球也可以 有也有单下 好 留出一点点的角度 下个位 对 然后这个球 六号也要稍微的留出一点角度 不要坐太直 因为还要留出一定的角度 去做七号球 哎 好像我记着小婷 他自己有一个 什么架杆器啊 之类的东西 啊 那个是一个 架杆器的一个头 啊 啊 就是我们可以 自己买一个头 然后比赛的时候 把它套在开球杆上面 啊 啊 因为有时候 比赛的时候 那个架杆也并不会 不一定保证能顺手嘛 嗯 你自己 带一个架杆器的话 就能保证 啊 就是 自己用的很舒服 对 这个头是 低架 高架 什么什么架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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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一杆是 力道稍微轻了一点点 和七号的角度 稍微的 有一点大 不过没关系 这个球八号就在洞口 嗯 所以七号只要顾进就好 嗯 没问题 很准 嗯 八号这个角度也刚刚好 还是有点够啊 嗯 不过没关系了 这个 这个不会影响准度 嗯 力道稍微重了一点点 对 走多了 嗯 走多了要判断好 白车的线路了 嗯 我这个也不用想太多了 专心顾进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是九号球了 不用想了 五球 三十六 Jenny to break 好 现在比分的分差又被拉大 嗯 这个Jenny这里的冲球局 一定要保住 嗯 嗯 哎 开球又是没有下球 我也不知道一号球左上角的底带不知道可不可以过 而且这一盘球还是有难点的 难点在于 嗯 五号球 嗯 五号球 右下角的底带不能直接进攻 然后 左下角的底带是被九号 挡到了 好 看这一盘盘晓婷打得非常的漂亮 是 利用了一个轻轻的用了一个滑垒 让一号球滑进 看这一盘的难点还是五号球 这一盘的角度也稍稍有一点点的尴尬 如果推干的话就是要避开四号球 哦 这个是 太 就是雇母球了 太雇母球了 所以影响到准度了 对 这一盘的东西 我可以的 因为还是有专门的 解释 就没有了 靠近看 我可以的 正常 你看车 这个 也是 那么 有点 可以的 我可以的 是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知道 是 。 那儿 说 这个也是思考了不少的时间啊 这个留了一个二传九的一个机会 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的这个球例 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如果有机会啊 我在击打的这个号码的这个球正好能够把9传进 这个时候传进9是会提前结束比赛算获胜的 对 他还有一种提前获胜的方式是在冲球的时候 直接把9号冲进黄金 黄金9 这个1号是形成了一个调球 这可能新的球率要来了 这个在冲球的时候虽然有球落袋 但是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这个做防守有的时候是做一个推杆 对 推杆就是让对方来选择你打或者不打 对就是因为推杆这个环节 看似简单 但是可以反映一个选手的综合的实力 从我们推杆的目的就在于就是说选一个自己会打 但是对手不太会打的位置 小天说我这个球不怕贴库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推杆的位置的时候 要想到就是如果对手不打的话 那你自己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球 你看这个球是给珍妮特里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贴库的要准度的一个球 直接来一杆翻带进攻 还是差一点点 对 那不知道他一号现在中带那个位置 有没有被那个脚挡到 对很奇怪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如果要是可以很容易的进 我们看还是有点距离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进的 小天也在仔细的查看 就是如果能够发力量是最好 能够发力就是可以母球让母球下来 下到底按 所以下到底按的话就可以直接进攻二号球了 还是能发力 对 那要是不能发力的话 如果不能发力的话 只能是打一个低竿回来 然后二号留一个远距离的一个球 然后想办法用三号和六号球防守 但现在这个位置就对潘小婷比较有利了 看来三号球还是能过 对 那现在难点在于叫四号球 要防止被七号和八号挡到 因为我们看这个位置 潘小婷留的角度 就做三号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直了 或者说潘小婷要拉杆回去 做四号的左上方的抵带 我们看这个位置是稍稍做薄了一点 但是还可以接受 因为六号球在台面的下方 这个球等于就是四号 只要是推杆固进的话 母球是自然下来的 但是现在七号球应该 我们看这个角度就是左上方的抵带 应该是不能过的 所以这个球如果做六号的话 还是要留一点点的角度 留一点点的角度让母球上来 然后做到七号球左边的中带 小婷一直是在踢货 对 就是位置还没有完全的找回来 好球 这一杆 算是把母球的位置完全的涨回来了 一个小拉杆 就可以做九号 右下方抵带 好 B2领先 3分 允许一点小的插曲 是的 反正是达到目前为止 两位选手的水平表现都相当的好 尤其是在冲球这个环节 看真心这里冲球多凶悍 是 看一号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直 所以要发力拉回来 嗯 已经相当不错了 对对对 这个是叫一个灌带还是怎么样 嗯 应该还可以薄球 但是现在这个球关键在于就是叫四号球 从这个角度看是能薄的 对 但这种球不好打 因为既要顾准度也要顾走位 嗯 还要防着这个白球落中带 啊 对 现在看五号球有没有挡住三号球下球的这个点 嗯 看潘小婷的表情可能是挡住了 嗯 这镜头给的很及时 是 现在想克拉克 如果是三号球靠近这个 这边的这个带角还好 啊 对 但这个球克拉克也不好打 嗯 必须要打得特别的准 而且如果要是打太薄的话 有可能会薄不到三号 嗯 因为是贺岁杯嘛 所以小婷也不想打得太薄手 啊 对 对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个赏心悦目的比赛 对 要娱乐一下观众 嗯 嗯 确实是不容易挂劲啊 嗯 不过这个位置很安全 如果要是打厚了的话 就会形成这么一个效果 就是三号会吃一库起来到库边那边 嗯 然后母球会往带口里边走 形成一个安全球 嗯 但是这个有没有 哦 真往里翻啊 嗯 但是现在四号球依然是难点 因为四号必须要做右下方的抵带 所以看这个球潘小婷可能会打一个推杆的右赛 跑 哦 二号球躲开了 嗯 但是四号还是不好进攻 这个九号就好像离带口挺近的 嗯 嗯 但是这个球如果要是进行一个开轮打击的话也不是很容易 也有难度 嗯 对 我们看这个球我觉得可能他还是会拼薄球 啊 嗯 漂亮 这个白球空的啊 嗯 对 力道 线路 都是一百分 嗯 而且角度做五号的角度也刚刚的好 留了一点向左的一个角度 一个中低杆回来可以叫六号球 但是这个球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八号球 不要被八号球挡到 嗯 嗯 还好 看八号左下方底带应该是有单下 不 这个角度可能是六号的角度可能会是稍微放 嗯 往下一点的角度 所以潘小婷可能会选择一个 一个中低杆 然后叫八号左上方的底带 但是这个 这个力道是有点轻了 是 嗯 给自己增加难度了 对 现在有没有B计划 啊 应该还是会拼右 左上方底带 嗯 专心估进就可以 不熬了 这个给真正特里留机会了啊 九号球就在带口 嗯 八号中低杆固进就可以了 看这个球还是由于上一颗球的走位的失误 嗯 所以导致给自己凭空的增加了难度 稍微轻了一点点 对 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都是会有压力的 嗯 过春节了啊 这个中国的传统习俗要送点礼啊 对 要谦让一下 哎 跟这道理远来是客 嗯 因为是现实啊 这个 抢九的比赛啊 嗯 所以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 双方呢 一直打得比较胶着 嗯 所以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局比赛了啊 哦 这个冲球 下了三颗球 但是二号还是不能直接进攻 嗯 运气不是很理想 你看潘小婷应该是会进行一个推杆 嗯 留一个算是中远距离的一个 推杆 把母球放到库边 然后看看珍妮特里的想法再做决定 你看潘小婷比的这个位置 他是给珍妮特里留出了一个角度 就是你可以尝试着来打 嗯 对 但是这个打的话呢 就是风险与机会并存 对 这个角度的话 应该就算推进二号的话 四号也不好打 嗯 但是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珍妮特里是崇尚进攻的啊 通常不会选择让对手来打吧 嗯 出现了 珍妮特说我不打了 你给我这么难的球 是 因为这颗球 其实准度上的要求倒是还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关键在于就是四号球不好做 嗯 现在就看着小婷了 你这个自己给珍妮特里出的题 人家不解 你来解 我说这个没准 潘小婷会防守 哦 嗯 因为即便打进二号球 也四号球不容易继续进攻 嗯 所以不如就提前做一个防守 但是这一杆防守 嗯 效果不是很理想 看珍妮特里应该是会下一个中低杆 然后绕两阔 做四号同一个带 哎 直接这么顶一下 大号球有没有咬住 那四号应该是可以进中带了 嗯 然后推杆上来六号球也要留一个角度 看力道稍微的重了一点 嗯 这角度有点直了 六号现在这个有点直了 因为七号在台面的右边 所以这种球 然后六号在台面的左边 所以这种球其实最怕的就是六号做什么直球 看珍妮特里是下了一个推杆的右赛 想绕出来 从八号底底下绕出来 但是力道还是有一点不够 那七号现在形成了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薄球 需要准度 也是要兼顾白球的走位 非常准啊 嗯 是 确实是足以代表当今这个女子九球的最高水准 嗯 对 嗯 力道也是刚刚好 好 这样虽然珍妮特里呢是搬回一盘 但是由于赛前是说过啊 对 大家说过 这是一个现实 现实抢分赛 所以呢 时间到了 对 嗯 好的 让我们感谢 感谢潘晓婷 感谢珍妮特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比拼 我们再次有请二位选手 有请小婷 我们有请珍妮特里 Welcome Please be back to the stage 好了 观众朋友们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CCTV贺岁杯世界女子九球争霸赛 第一天的第一场比拼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那么最终获胜的呢 就是潘晓婷 让我们再次恭喜小婷 那么小婷呢 小婷呢 也将在明天 和这个第二场获胜的选手 进行这个冠军争夺战 也希望小婷呢 在明天有更好的发挥 其实很想问问小婷 是第一次和珍妮特里过招吗 打过很多次 我第一次看Janette的比赛 应该是98年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参加全国赛 刚开始练球 所以对她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美国跟她比赛也是多次了 然后现在是很多世界大赛都在国内 那在国内交手的机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次再一次和老朋友相遇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 就是过年 然后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给大家一个好的开始 新的气象 然后也是希望今年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好 我们再次谢谢小婷 也希望你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呢 有更好的发挥 争取把这个冠军拿到手 好 我们来问一下珍妮特里 所以我认为你一直追求小婷 我认为你一直追求小婷 你一直追求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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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一些产生的产生 你怎么觉得你对这场赛 现在呢 你认为我非常失败 在我比赛 but I've been playing this long enough to know that you can't live in your past all you can do is stay positive and hope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and with the great player like Shao Ting you really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she did 好 那我刚刚也是说詹尼特里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一直在追赶小婷 问问她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么她也是说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但是能够和小婷这样的顶尖的高手过招呢 她依然是感到非常的兴奋 也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都知道詹尼特里呢 她不仅这个球风是非常的犀利 而且呢还会变魔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詹尼特里 为我们带来九球桌上的魔术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的发生 有请 在这个货场上 我会变成 six balls in six pockets first the four and the eight are going to go in that corner pocket the two and the five in the side pocket and the one and the three back here in this corner pocket all in one shot just like that whowho Woo! So now we're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on the pool table. So here's Liu Wei. He's going to pass to Yao Ming while they beat their opponents by making the 8-ball in the side pocket. Side pocket. There you have it. There you go! Mmm... There you go! Do you have one next step?